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八月二十四號 星期六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首先帶您來關心到的 就是台新晶與新光晶的合併案 雙方在二十二號進行換約 並宣布以換股的方式來合併 十月九號各自召開股東零食會 不過合併的最後一里路 卻殺出陳咬金 中信金是發布重訊 將公開收購新光晶 昨天在臨時董事會決議 每股收購價為十四點五五元 優於台新晶控的價格十一點六八元 目標收購到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 中信金表示 對股東與員工來說 合情合法合理比合意重要 就在台新晶與新光晶董事會 雙雙通過合併案 二十二號晚間進行換約儀式後 合併的最後一里路卻殺出陳咬金 中信金二十三號晚間發布重訊 將公開收購新光晶 並以合併臺灣人壽成功經驗強調 大併小會比小併大穩健 創造更高的股東價值 對新光晶控的股東來講 全體股東的權益的確保 是要在合情合理跟合法之下的 那我們希望 在這個基礎之下 可以得到主管機關的核准 那也讓新光晶控的股東 可以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其實中信金二十號就緊急召開 臨時董事會宣布啟動敵意併購 台新晶與新光晶也出招 二十二號火速通過新興病 宣布合併後將更名為 台新新光晶控公司 採每股零點六二二普通股 換新光晶一股 特別股為一比一 以二十三號收盤價計算 為十一點六八元 但中信金則以每股十四點五五元收購 優於台新金價格 並通過提高收購比例 上限從原本百分之二十五 提高至百分之五十一 預計將斥資一千三百一十四億元 希望一次取得 新光晶控過半股權 我們跟顧家算是兩代交情 本來上一輩就都很熟的朋友 我是很努力想去說服對方 中信金敲定收購股價 比市場原先認為的十四元再高一些 主要是市場認為收購價不夠高 股東不買單將是決定公開收購 能否成功的關鍵 一旦申請案通過 將啟動史上第二起非合一併購案 過去在二零二二年富邦金控 合併日盛金控 為金控史上首例非合一併購案 記者薛毅嘉玲之間 這位委員中間綱綱和報導 昨天是八二三炮戰勝利六十六週年 總統賴金德親自到金門 主持追悼典禮 這也是他上任後首度到前線金門 賴總統表示 面對中國威脅 全國要團結一致捍衛中華民國 也強調臺灣不再反攻大陸 但也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 要繼續過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的生活 並和民主陣營合作 維護臺海和平 獻花 獻花向英勇為國犧牲生命的將士 表達哀悼跟懷念 總統賴清德表情嚴肅 在國防部長顧力雄陪同之下 賴總統二二三號到金門主持 八二三炮戰勝利六十六週年 追思祭到典禮 都站起來 我們給你一個熱烈掌聲 感謝你們好不好 典名到場的參戰前輩 以及烈士家屬 賴總統特別請大家為他們鼓掌 更強調自己懷抱著感恩的心情 代表全國人民 向參加八二三炮戰 為國捐躯的英雄致電 但面對臺海局勢變化 賴總統也提出三主張 首先就是保衛台澎金馬 捍衛中華民國 賴清德同時提到國家要團結 不分地區族群必須團結 才能抵抗中國 並且也主張希望兩岸和平發展 中國要拿下臺灣 不是臺灣哪一個人 哪一個政黨說了什麼事情 做了什麼事情 通通都不是 我們願意跟民主陣營共同合作 維護臺海和平 就在賴總統赴金門之際 共軍宣布聯合戰備警巡 強化擾臺 二三號上午七點二十分 到下午兩點二十分期間 國防部徵禍包含殲十六 空警五百等二十七架次 共機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二十三架次 逾越海峽中線 進入臺灣北中西南東部空域 配合共建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挑釁意味濃厚 國軍則是嚴密監控應處 記者翁榮陳鴻義 金門採訪報導 中國二十二號宣布 開放福建居民赴馬祖旅遊 昨天有七名中方旅行社的業者 是抵達馬祖進行踩線行程 海基會也宣布 馬祖服務中心下個月將要啟用 提供兩岸民眾觀光更多的服務 而至於下一步中方 是否開放陸客赴金門旅遊 國內觀光業者普遍期待 旅行業者更喊話政府 思考解除附中禁團令 讓兩岸旅遊難逐步開放 大船抵達馬祖 連江縣長王忠平 議長張永江到碼頭迎接 中國二十二號宣布開放福建 居民申請赴馬祖旅遊 七名中方旅行業者二十三號就到馬祖 進行五天四夜的採線行程 還要去東營菊光等地先深度體驗 馬祖小三通率先鬆綁 並且恢復辦理福建 軍民赴馬祖旅遊簽註 兩岸旅遊再次露出曙光 海基會秘書長羅文嘉二十三號表示 樂見中方開放赴馬祖旅遊 至少是第一步 海基會也宣布將在馬祖開設服務中心 提供兩岸民眾觀光更多服務 觀光業者普遍期待兩岸逐步開放旅遊 尤其金門明代二十二號赴北京 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表達 希望中方盡速開放陸客赴金門 包括團體旅遊和自由行 希望在中國長假十月一號前達成 在金門的小三通部分的話 應該有機會在近期的能夠來成行 大陸旅客到金門旅行一直以來 都是金門最大的境外旅客來源 旅遊界強調 目前附中禁團令尚未解除 加上我國對中實施局涉警戒 也造成兩岸關係緊張 希望政府思考促進兩岸觀光 正常交流 不過還機會也特別提醒 國人附中近來中方對敏感建築物等 都採取提高管制 也提醒國人不要隨意拍照 以免誤觸中共國安法規 記者綜合報導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上次報 首先來看到自由時報 臺灣每年有八千人罹患口腔癌 發生率高居世界第一 監察院在昨天就批評行政院 長期未能積極管理 漠視檳榔的危害 衛福部表示 以委託專業團體制定草案 預計年底完成 接下來看到中國時報 蘇花改原定在今年暑假 就要開放白牌機車通行 不過因為零四零三的地震 來延後 現在確定 中原隧道將在年底 試辦白牌機車通行 初期的速限是五十公里 而且有專用道 試辦半年之後 會逐步增加試辦的路段 接下來看到聯合報則是 文化大學在日前爆出 未如實將今年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未招滿的名額 回流到分發入學 教育部是證實 今年未確實將名額回流的大學 除了文化大學之外 還有真理 佛光 以及大業大學共四所學校 第一波將乘除減招 後續承報私校諮詢會 重懲決策者 持續來關心到的焦點 則是台中有一家 文教基金會的屬訓營 有家長是指控 志工對一名孩子吃爆 不僅掐脖子 甚至還壓在地上 原因是男童沒有進教室來上課 家房中心已經介入 如果確認違反兒少全法 最高重罰六十萬 台中市教育局也確認 基金會違法招生 這名男童被穿著藍衣的男子 壓在地上 無法起身 另一名男童在一旁募集過程 而有家長指控 台中武器一家文教基金會 舉辦了索訊營 裡頭的志工居然對孩子施暴 家長表示十三號帶著六歲的雙胞胎兄弟 到這家文教基金會舉辦的索訊營 但是當天弟弟返家之後 情緒不穩 脖子還有瘀傷 隨後帶往醫院驗傷 而實際來到這間基金會 工作人員表示 這名孩子口中的園長 只是退休後來幫忙的志工 也坦承當天的行為確實失當 工作人員表示 男子曾在其他的幼兒園 擔任教育工作 退休之後來幫忙 事發之後已經請他離開 而台中市家房中心表示 已經介入了解 除了前往訪市 也要釐清是否有違反兒少權法 而教育局則表示 確定該基金會違法招生 收費及授課 違反補習及進修教育法 要求立即停辦 並開罰十一萬元 另外查出幼兒園的部分 也未經核准監辦國小課後的照顧服務 依法採取負責人六萬元的罰還 並命期立即停辦 課後照顧服務 介入林健身 王龍濤台中報導 台中警方二十二號接獲醫院通報 一名九個月大的男嬰搶救後不治 身上有瘀青外傷 男嬰的父母起初向警方表示 男嬰是趴睡窒息 後來父親才坦誠 是因為孩子哭鬧而動手毆打 全案將朝傷害致死罪嫌偵辦 男嬰的父親料性男子被帶回調查 母親甘性女子 隨後也到了警局 因為他們年僅九個月大的兒子 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之後被發現 全身多處瘀青外傷 警方認為案情不單純 檢方二十三號下午也進行相驗 釐清死因 警方表示 二十二號傍晚接獲報案 臺中市東區一名九個月大的男嬰失去生命跡象 搶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而男嬰的父母親一開始公稱 是趴睡窒息 但醫院檢查全身有多處不明外傷 警方將兩個人列為關心人 朝傷害致死罪來偵辦 廖姓男子後來向警方坦承 是因為孩子哭鬧而動手毆打 警方調查 男嬰的父母今年六月離婚 男嬰和姐姐都是由母親撫養的 這個月二十號 母親帶著男嬰從南投到台中 跟前夫同住幾天 卻在二十二號發生漢事 我們催促家庭的部分 也禁案做相關的服務 但是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沒有發現到說 暗部有這個耳內的一個行為發生 南投縣服表示 男嬰的母親 今年五月遭到丈夫家暴 夫妻六月離婚後 母親單獨在南投 扶養兩個小孩 轉為催促家庭 而男嬰的姐姐目前由其他的親屬照顧 至於男嬰的死嬰 還有待檢方進一步釐清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台中報導 刑事局警政監林明佐 涉嫌接受博弈和洗錢集團行賄 在擔任台中市刑大隊長 於警政監期間 洩漏偵查秘密 包庇不法 被台中地檢署 依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起訴 另外 保二總隊第四大隊的警員 邱家群 涉嫌提供大量驗證碼給詐騙集團 以換取虛擬貨幣 遭台北地檢署 依加重詐欺等罪嫌起訴 博弈集團 陳信主嫌逃到高雄 某五星飯店被逮捕 集團總部 其他涉案人員處所 也查獲名車鑽錶等物品 這集團涉嫌以自行開發的 第三方支付系統洗錢 也涉嫌以假投資 假博弈網站詐騙民眾 檢調發現刑事局 三線二星警政監林明佐也涉入 涉嫌泄漏偵查秘密 收賄 也有財產來源不明等狀況 台中地檢署 依貪污治罪條例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 多項罪嫌起訴林明佐 林明佐曾在刑事局台北市台中市警局擔任要職涉嫌泄漏偵查機密包庇不法集團包括他在內檢方一次起訴三十二人援警涉案不止一樁警政署保二總隊第四大隊的援警警署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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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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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過臺幣三十七萬元 保熱總隊表示 移情警政署何與邱元停止處分 記者綜合報導 民眾黨政治現今的假賬風波 查賬記者會已經停擺多日 黃珊珊解釋是對賬碰上困難 已跟調查局聯繫 要去復印正本 也會拜訪會計師工會 請求協助 另外他也透露 自己會留到所有補證完整為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指出 就像出麻疹後有抵抗力 強調民眾黨誠實申報 反向藍綠帳目經不起檢驗 民眾黨政治現今假賬風波 稍不停 時任科進辦總幹事 立委黃珊珊扛責 負責善後查賬 不責外界質疑求援兼裁判 加上查賬記者會已停擺多天 黃珊珊二十三號坦言 對賬過程面臨困難 手上現有的銀本明細模糊 要跟調查局復印正本 沒有開記者會 主要是因為我們對賬相關的 憑證大部分全部證本都在調查局 所以我們今天會去跟調查局這邊 把證本印回來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比對 所以這個記者會 只要我們有進一步的結果 我們就會來跟大家公布 我會留到所有的補證完整的 針對尋求第三方公證單位 監督查賬進度 黃珊珊表示已拜訪會計師公會 會正式發函 請求協助查核跟監察院補證的工作 至於民眾黨自媒體民眾之聲 累積斗內有百萬元 傳出流進木可公司 副秘書長徐甫表示 只有閒聊 擔心有觸法疑慮因此打住 但民眾黨爭議連環報 柯文哲認為像是觸麻症 之後就有抵抗力 我們在整個帳戶的處理過程當中 有沒有錯 我也認為有 國民黨最厲害 乾脆不要包就好了 國民黨說他費用兩億 我想想說加個零恐怕都不值 民進黨說五億也是不值 其實我跟你講他挑的話 他們也是 如果真的這樣看 我可以保證他的帳 一定比我們更進不起檢驗 公開透明 誠實清廉 這四點這個摧毀殆盡 也很可能他會被約談吧 那甚至羈押也說不定 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柯文哲坦言治果能力被質疑 但民眾黨沒有假發票假账 反嗆藍綠不敢誠實申報 但民進黨立委王世堅認為 柯文哲政治之路被判死刑 但民眾黨八席立委扮演關鍵少數 短期內不可能泡沫化 期盼朝野能在民生法案溝通合作 記者黃子杰謝正林 台北報導 內政部公布調查報告顯示一百一十二年 國人平均壽命為八十點二三歲 比前一年增加了零點三九歲 其中臺北市八十三點三二歲最高 臺東縣七十六點零四歲最低 臺灣將在明年賣入超高齡社會 內政部二三號公布一份調查報告 顯示一一二年國人平均壽命 為八十點二三歲 較去年增加零點三九歲 其中男性為七六點九四歲 女性則是八三點七四歲 如果與聯合國二零二零年的 全球平均壽命比較 男性的平均壽命高出七歲 女性更高出九歲 國人平均歲數慢慢增加 總統賴清德先前主持健康 臺灣委員會議才是江朝 未來八年將民眾平均余命 從七十九歲提升到八十二歲 不過對高齡生活民眾普遍擔心 經濟醫療等負擔 老了然後有沒有人照顧 然後自己行動也不方便之類的 活著我們老很累 感覺要一直工作 年紀大了就需要醫療照顧 這邊調查也顯示六都中平均壽命 至北而南地檢 臺北市八十三點三二歲最高 男女平均壽命都是臺北市最高 各縣市中則是臺東縣七十六點零四歲最低 而且東部縣市的平均壽命較西部縣市低 平均壽命的這種所謂的增加或減少 它跟醫療的這個資源的配置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在台中那邊的意外讓事件的頻率比較高 它的發生的都是在已經成年的這個階段 所以它會影響到平均壽命的長度 對此內政部強調國民的平均壽命是衡量國家基本健康評估 整體社會經濟福祉等的重要統計指標 提供政府有關人口政策等的參考資用 並且作為衛生保健能力規劃的施政方針參考 提具意義 記者陳阿欽 張有加台報導 二零二四巴黎帕運八月二十八到九月八號舉行 臺灣選手在桌球羽球射箭等七個運動種類 取得十三席參賽資格 代表團昨天晚間已經出發 總統賴清德親自授旗 並且當場宣布獎勵金提高 金牌從四百萬提高到六百萬 希望選手們帶回更多獎牌 親自授旗 致贈加菜金 總統賴清德為參加帕運的臺灣英雄加油 致詞強調帕運選手首度進駐國訓中心 後勤支援比照奧運 後勤團隊專業更加多元 揭示歷屆之罪 而授旗這天機優伸仗運動選手的獎勵 辦法正式公告修正 帕運金牌的選手獎助金 從四百萬元提高到六百萬元 可以按月領每個月三點一萬元 掌聲鼓勵一下 提高選手的獎勵金 教練團獎金也增加 比如金牌從二十五萬元 提高到八十萬元 賴清德鼓勵選手和教練 帶回越多獎牌越好 而本屆帕運臺灣在桌球羽球射箭等七個運動種類 取得十三席參賽資格 其中建立好手林茲惠 將第六度登上帕拉運動員的最高殿堂 我只要突破的是我自己原先就是著日的自己 這就是對我 這次我對賽事的準備 而上屆東京帕運為臺灣在桌球女單搶下銅牌 也是唯一一面獎牌的田曉雯說 上屆因疫情全無觀眾 這次最大挑戰是賽場干擾 當然壓力會比較大 但我還是希望盡我最大的努力 然後把我今年所有的 不管是備戰當中的狀態 還有是心靈也好 還有記帳度也好 都可以發揮出來在巴黎上 大概有三個國家吧 都蠻厲害的 那你要以金牌為目標嗎 對啊 克服身心障礙 努力堅持 十三位國手希望將辛勤的訓練成果 反映在賽果 帶回榮耀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 台北報導 美國民主黨全代會第四天 正式提名現任副總統賀錦麗 為本屆總統大選候選人 賀錦麗在提名演說中表達 她將在墮胎 減稅 邊境安全 和加薩衝突議題上 延續拜登政府的政策立場 也呼籲支持者團結 為美國打造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民主黨位於芝加哥的全代會 第四天 現任副總統賀錦麗 正式接受提名 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之前被媒體批評論述模糊 也很少人清楚她的背景細節 因此她藉由四十五分鐘的提名演說 向選民自我介紹並展望未來 賀錦麗除了講述母親的印度移民背景 也提及自己在中產階級 家庭成長的經驗 表示 從過去擔任司法人員 到如今的整個職業生涯 她都專注為民而戰 而非向川普 連減稅政策 都只是為了圖利富商 賀錦麗警告 讓川普重新入主白宮 將造成嚴重後果 表示若自己當選 將實施中產階級減稅 並重新簽署被川普否決的兩黨邊境安全法案 以及支持聲譽自由 也就是墮胎權 賀錦麗借演講呼籲團結 表示美國將有機會打造新的前進道路 我們的國家在這個選擇 會有尊重的機會 有尊重的機會 有尊重的機會 賀錦麗還提到要強化安全聯盟 來應對海外威脅 並且與現任總統拜登立場一致 呼籲結束加薩衝突 演講最後十萬顆紅白藍三種顏色的氣球 在會場落下 將愛國氣氛帶入最高潮 外媒評論認為 儘管賀錦麗職業生涯 經歷無數的演講 這場提名演說 也獲得現場觀眾熱烈支持 整體來說卻缺乏魅力 而他接下來的挑戰 是共和黨陣營的持續攻擊 和假訊息操弄 九月和川普的現場辯論 也將是關注重點 公司新聞兩頁編譯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期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明天同一節再會 即刻お見事 訊息日報 參考人士神 Hol же 永烈 姐我 為了 打 假 這 是 謝謝 點 無 廖 頂 出